Leon聊世紀 田園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n 今天要來看印度斯坦對上法蘭克人 那這場比賽是由道德對上命格 那這場比賽我覺得蠻特別的 原因是馬國 駱駝國對上法蘭克 馬國 那大家也是蠻熟心這兩個文明的 那法蘭克人的話最強的就是他的192遊俠 那印度斯坦的話就是他最強的帝王駱駝 所以這一局看起來就是完全被Counter 印度斯坦完全是屌內法蘭克的一個局啊 好 那耳朵比較靈敏的觀眾應該有注意到 我的麥克風已經換了 這次砸了大筆的費用去搞好自己的露營環境 不然常常錄著錄著就錄到外面的救護車 準備要來抬走我 或者是抬走我選手 好啦 那我不幹話 那今天來看一下這個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這邊果子在前面有點尷尬 那金礦在後面還不錯 那前期守這個果子要小心一點 那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印度斯坦前期的話有這個... 赤王 他這個不是跟曲折羅倫斯這個駱駝 雖然他是駱駝很強的國家 但是卻不是這個駱駝赤王 所以他這個前期的錢要對法蘭克可能要小心一點 至少要出點長槍兵防守 這個果子才可以雙手吃 再來看一下法蘭克 那紅色 法蘭克是... 比較在意前期的果子 能不能吃完這件事情 那只要前期能把果子吃得乾乾淨淨 不被騷擾的話 基本上前期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因為他前期吃果 是全是一面最快的速度 這個摘草莓速度跟鬼一樣 好 那他的金礦在前面 稍微尷尬了一點 但是沒有關係喔 法蘭克這邊算是蓋城堡很便宜的文明 所以這邊可以蓋這個城堡 查這個位置 就可以守住這個墓區還有黃金礦 還有TC附近的農田都可以守得到 大家只要早點挖的話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或是直接蓋個TC在這邊 也是不錯的選擇 好 那這邊 印度斯坦以及織布點下了 織布點下之後 馬上點下了封建時代 封建時代點了之後 這個時間蠻早的耶 18P就點了 那法蘭克這邊也是 怎麼感覺這幾天的比賽喔 都是這種 比較高速上封建 然後打一波封建開戰 的一個套路比較多一點 比較不像是那種標準20P啊 或21P或跳成喔 這種戰術本來是比較少見的 我覺得現在也算是趨勢吧 這種職業賽事 批出越打越早 所以我覺得蠻 蠻神奇的這件事情 好 那這裡有眼睛的觀眾 你想說 為什麼法蘭克跟印度斯坦都可以18P上 那主要是印度斯坦這邊村民是比較便宜的喔 雖然那個造價喔 沒有便宜到哪裡去喔 但是按了十幾 村之後省下的肉 大概可以省下100多肉 那就可以這樣提早去上到這個封建時代 那法蘭克這邊也是喔 法蘭克這邊是有吃果的關係喔 雖然吃果人數不多 還是有這個小小的優勢在喔 畢竟這個吃果就是香了一點 好 那看了一下兩邊 應該是會馬上下這個馬舊 好馬舊 這邊應該是馬舊 欸這個均勻還沒蓋好完蛋 法蘭克這邊出馬的時間會稍微晚一點點 那是印度斯坦這邊先等一下一擊伐木 那法蘭克這邊木頭也不太夠 這邊他們要收木頭嗎 還是等一下木頭 OK可以幹嘛 舊了 馬舊蓋哪裡 看下面這個位置 我們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的一個狀況 法蘭克次侯開始補了起來 OK三次侯 對三次侯 那這邊 法蘭克的血量 是稍微多一點點的 因為法蘭克的騎兵腦力 開始就有這個20%的加成 雖然封建時代 欸唷這邊秀的操作不錯 直接拉走 封建時代雖然有這個20%的效果 但是其實印度斯坦只要點一下品種科技 血量就會比這個法蘭克的弱馬還要多 那法蘭克的輕騎兵 到了這個帝王時代 這個血量會比其他的文明 大弱馬的血量還要少 所以玩法蘭克要打弱馬的玩家們 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一點的劣勢 很多玩家都覺得法蘭克 是一個天生不用點品種的文明 確實是也不用點 因為根本也沒辦法點 因為一開始就給你送你20%的這個血量 所以這個要特別小心 好 看一下這邊木頭 花了棉多的 把這裡直接圍死 右側圍死 左側也慢慢圍了起來 正面看起來農田是灑得不錯多了 那法蘭克這邊呢 法蘭克這邊家裡也是圍得不錯 而且已經圍 已經灑了一片田出來了 果子三個人吃 也可以 法蘭克吃過比較快 三個人OK 好 這裡直接硬打馬 後面兩隻長人兵在追逐 印度斯坦後面這邊的 哇 抓到一隻落單聰明 應該是沒救了 哇 印度斯坦率先拿到了手殺 裡面的洛馬沒有繼續按了 只有藏一隻喔 又是想要騙對手 騙他以為我還在爆馬尼 最好是小心一點 好像多按一點長項兵 自己洛馬也多按一點 但是法蘭克這邊也是喔 藏隻手在裡面 感覺也是想要騙對手 哇 這邊直接收掉一隻長項兵 好 戳掉一隻肉馬 直接站岡原地罰站 欸 差點又可以收掉一隻 有點可惜喔 這邊再走了 過來 看一下這邊能不能鑽 有點鑽有點難 OK 這邊直接卡一個位 但是來不及 但是後面有長項兵 應該不會繼續打 欸 這邊想要抓殘血的 結果直接一個收村反擊 哇 法蘭克這邊 這個 是不是有點快喔 反應時間 那這項兵有蓋好沉悶了 這裡要過去 收村可以直接射爆喔 這邊直接利用一個 TZ的最遠距離射不到 走斜的 這裡還有一隻刺猴 想來抓 但是這裡有兩隻刺猴 欸 兩隻村民加一隻刺猴 這邊先優先打一隻村民 男村民直接死了 女村民會不會死呢 哇 這邊集火到是刺猴喔 不是女村民 女村民看來有望喔 活下來了 這邊就是一換一的一個局面 那這邊女村民把自己圍起來 後面有更多洛馬在追逐 那法蘭克這邊這四隻應該是沒救了 看這四隻馬怎麼再殺到一隻村民 就很賺 這邊突然一個回頭開打 長項兵沒有戳到 洛馬二換一 回頭再打一下 唉唷 很心機 繼續追逐 能不能打到呢 這邊要幫村民修個操作 完蛋完蛋完蛋了 這裡會直接擠我村民啊 還是先回頭打刺猴 哇 先打刺猴啊 這邊 笑我 還蠻快 OK 有點尾 三隻長項兵要都上來了嗎 沒有 直接村民全套開扁 哇哇哇哇哇 他這幾隻肉滿精 鬧到道德這邊很多村民的走路移動時間 要一直去防範 把這邊直接圍城門 但是長項兵還在追 而且追前線啊 已經有這個長項兵加小功 要準備設計來了 但是兩邊啊 肉依點下了城堡石袋 但是反而會有小功的一個加持 待會出去 這邊小功進來一次 可能還可以活得出去 太狠了 說不定還可以殺更多的村民 好 那這邊工兵第一時間 往金礦走 主金先 但是毛兵喔 已經也在開始待殘了 印度斯坦道特 這邊點下一級射 但是 法蘭克這邊也已經 點好一級射了 這邊小功有五隻喔 數量非常多 喔 哇 果然這一村倒了 喔 這弓箭手 數量有點多 六隻 那這邊戰毛 至少要三隻或兩隻喔 才可以開始打 因為還是有可能被對手秀 有一級射的話 有點危險 容易被起火 哇這裡還有肉馬 但是肉馬快要死了 想要回頭打 哇 這一波法蘭克鬧得非常好 好 這個時候法蘭克已經上到了城堡時代 38村打36村 第一時間點下了奴兵的升級 加上二級射 先打一個工兵路線喔 沒有問題 法蘭克工兵城堡時代 跟大家都是一樣的 沒有特別的爛 也沒有特別的強 原裝進口 OK 高特這邊抵不下了TC 家裡還蓋了一個BK 喔 那這個BK蓋下去喔 法蘭克這邊的意圖 就已經達成了 就是要逼對手 出這個BK防守 那就可以打到一些 不錯的經濟壓制 因為蓋個BK要200木頭 那一個TC是275木 通常蓋一個BK 就會拖慢一個TC的節奏 好 法蘭克這邊也開一下第一個TC 那這邊補一下修道院吧 修道院沒錯 那大水沒有補 彈道水可能沒有要點的意思 看這工兵也是點到為首 沒有就去按了 此次之之後 家裡後面的工兵也沒有再繼續 一直瘋狂按了 雖然是雙射箭材 但是按的也算是相當保守 好 那這邊看起來打不到東西之後 開始先射農田 喔 賺到了120木 不錯喔 法蘭克這邊細節打得還不錯 投資車過來 走位 用騎士直接過去運砍 騎士只要5刀 就可以收掉投資車 但是有村民在修理的話 唉唷 這邊差點就中蛋了 村民大量直接修復回來 風兵開始在想要反擊 風兵還有投資車 這邊應該會優先處理投資車 投資車只要守好 應該這一波是能守得住的 但這一波讓道特已經用掉了非常多的手術 但是有點空不過來 哇 村民又被殺了一隻 這裡有更多騎士想要騎上來 但是有TC的傷害非常高 好 串傷龍炮 開始貫穿這些工兵 看來是可以把工兵趕了出去 好 那先看一下村民術 村民術現在42吋打46吋 那但是到頭3TC已經開了出來 法蘭克第三TC開這個位置 感覺還算可以 好 那這邊用一下視野 看一下兩邊視野獲取的狀況如何 目前看起來道特的視野是非常慘的 並沒有看到太多的一個遺跡的位置 但法蘭克也是差不多的 遺跡位置中間也有 下面這裡也是 這裡也是 遺跡位置分佈 看起來只剩下一個遺跡沒有找到了 那法蘭克可以用到自己的軍事壓制 去讓對方解凝機的可能性變得更低一點 欸 找到了 我就知道 這個頭死車 唉唷 那騎士被打還是很痛 哇 直接砍破個洞 直接殺進去嗎 先解決掉奴炮 奴炮解決掉之後頭死車 要怎麼解決呢 又找到一發 這一波DOT秀得不錯 TD版T成功 預判了這個弓兵的走的位置 打得非常的不錯 好 那DOT這邊3TC全力運轉 那這邊印度斯坦的優勢慢慢發揮出來了 村民現在折扣數是... 然後是八折吧 八折嗎 有點忘記了 反正折數是有的 好 那這邊印度斯坦打的是馬攻路線喔 好 馬攻路線 印度斯坦打馬攻 好像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該有的都有 好 那這邊馬攻出來 印度斯坦 馬攻路線 對法蘭克會不會嚇一跳呢 因為通常法蘭克遇到印度斯坦 第一個直觀印象就是他會出駱駝啊 但是如果法蘭克繼續出弓兵或是戰毛兵的話 就很有效的可以抵擋出道德的騷擾了 好 家裡放幾隻 戰毛兵喔 壓壓金 然後把這個大學喔 彈道學開出來 好 騎士也不用出喔 騎士不用打正面喔 去到處騷擾 那這邊出第一隻的僧侶喔 先過來幫這個騎士補血 那法蘭克這邊玩得很不錯喔 都要讓殘血的騎士回家待命喔 然後等這個修道院蓋好 僧侶就開始補血 讓這個騎士的戰力喔 拉到最高值 OK 馬公直接集位置 兩隻 三隻 沒有彈道學歪了 很歪 還不錯 抓到兩隻 那這邊喔 沙底樹村民是一樣的 山村 但是道德這邊 TC開的比較早的關係 而且... 沒事 沒事沒事 看起來法蘭克這邊段村是有一點 只有段一點點而已喔 但是這邊印度斯坦喔 斷的時間比較久 斷的時間比較久 斷6分31秒 這個是... 這個是6分31秒的意思嗎 應該是喔 好 三隻僧侶開始在...補血 越補越多了 好 BK 要來這邊請支BK 好 家裡也補下了修道院 那家裡沒事了 就可以出去減減移技喔 反正現在有馬公的這個機動優勢在 控狐... 可以算是有點主動權的 並不是非常被動的一個狀況 這時候點一下彈道選的法蘭克 射這個馬公就不錯的力量 那印度斯坦這邊彈道選還沒有點喔 所以馬公可能會有點劣勢 但是...不錯的是喔 這個印度斯坦DOT 二級木、二級農田都點了 這個輪走也點了 那法蘭克這邊有點專注 太打軍事了喔 這個二級伐木到現在還沒有點 有點尷尬 上城堡時代已經有點時間了 這時候最好是趕快去補下二級伐木加好 讓自己的伐木效率更高一點 農田可以撒更多片 反正他二級農田喔 是也不用自己點了 這個免費送農田科技的 反克 好...到這邊直接殺了進來 村民直接被屠殺 工兵加上騎士的黃金組合 大傻幣組合 我都會這樣講 我兩個超級吃黃金 我兩隻弓箭手就要90黃金了 一隻騎士要70黃金 怎麼算都賊虧阿 不是賊虧阿賊虧阿賊虧阿 好用是好用 但是很貴阿 好 大漾馬公直接回舊 這邊法蘭克殺到非常多的村民 聰明死傷處來到了14村 這一波屠殺殺了10人起跳 但這邊道德並沒有第一時間收村 收村也沒有收到全滿 PC的量不夠多的關係 所以裡面搭載了太多人口 這裡拖子車直接被砍爆 馬公加上騎士 不砍 但這邊騎士也把馬公收了一點 騎士全部陣亡 但是馬公數量還是蠻多的 工兵16隻 直接對方褲射射 你射我射你 後面拖子車會馬上補上來嗎 還是再看一下 馬公這邊血量也補了 70低血的馬公 所以蠻能打的 哈蘭克騎士 還是想要 做一點輸出的感覺 並沒有要撤退嗎 雖然上面有個洞也可以跑 右邊這邊 閃我開了第4個TC出來 哇 這一波頭車砸到還不錯 再來一發 唉呦 這一下 倒了非常多的馬公 哇 這一發也是 哇 這一波道德的血虧 有點崩喔 這個戰線崩得有點慘 三發頭車都砸到了蠻多馬公的位置喔 哇 這波可能又要被洗血回去 但是工兵數量已經不多了 這裡慢慢嘗試轉出駱駝 好像也是不錯的選擇 那看起來 倒車這邊有點被壓制住了 村民樹有點落後 落後目前三吋而已 那法蘭克依舊沒有點會植木 但是輪走點了還不錯 至少輪走點了 畢竟法蘭克農田是會種得非常多的 吃肉文明 輪走越早點的話越好 因為這個農田喔 可以加速 好 這邊騎士直接上來硬砍 村民直接跑 這裡有個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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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 現在麥克風收音太好 不能亂講話 自鋨太敏感了 我怕這個Youtuber 自動黃標 烏亞自鋨 之前麥克風可能還沒收音那麼好 我覺得 不過想想那個麥克風我也用了很久 它用了大概六年有了 從我一開始在Twitch開實況 到現在這裡轉成Youtuber 也是用了相當一段長的時間 大概花那麼多時間才換一個 好 這邊看一下 這裡要打了嗎?這裡感覺打怎麼看到的都會輸吧 這個怎麼弓箭手沒有先射 老頭有點空不過來嗎? 還是有先射老頭 這邊村民被殺的有點多 直接開戰 駱駝騎士 左邊馬弓兩邊都互相交戰 但是法蘭克好像有點節節敗會的感覺 數量有點少 這邊騎士被大量的駱駝康克 駱駝打工之音也還可以 並沒有太差 但是駱駝很怕弓箭 但沒有關係 弓箭手的數量已經不所剩無幾 現在只要出大量的駱駝 就會解掉這些工程器 爐炮加上騎士的黃金組合 OK 駱駝開始輾壓對手 法蘭克這邊 法蘭克戰士這邊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1分50秒 這個重裝場要滅好30秒 駱駝也點了 村民拿出了拳道開扁 天空熊 天空熊助陣 村民在打天空熊 哇好慘啊 這個馬舊只蓋好兩個 城堡也補下 在這個位置 但是沒有差在高地喔 稍微可惜一點 但這個位置也是蠻關鍵的 畢竟也是一個小小的門面 這裡有大量建築 稍微可以克制住 對手的一個建築物的出現 印度斯坦這邊也冥想想要 反擊一下 這邊稍微卡了一下村民 那這邊村民樹106村 法蘭克對上印度斯坦114村 村民樹看起來有點稍微落後 可是有點斷村喔 斷的村是大概19.17 19.17 印度斯坦這邊也已經在斷村喔 這邊是要來斷村上帝王時代 等一下帝王時代 但是這時候帝王時代早就上了法蘭克 第一時間會點出什麼樣的科技呢 打駱駝國你要出遊俠嗎 192遊俠能再度發威嗎 上面上來印差 駱駝馬弓直接被戳爛 來看一下這邊 嗚 戳一下馬弓牌 是很弄 好 吉兵第一時間先優先點一下吉兵的升級 哇 法蘭克這邊有想法 沒有第一時間去點這個重裝起命的升級 反而是先點一下吉兵的升級 那吉兵如果升級好工房升完的話 也可以考慮出這個子斧兵喔 來打這個駱駝 效果也是不錯的 雖然這個駱駝用吉兵打就可以了 或是用火槍兵也可以 感覺好像沒有這個制服兵出場的余地了 好 吉兵大量開始造的出來 越來越多隻了 這時候印度斯坦然家裡也被吉兵燒得有點煩 但是沒有關係 這裡馬弓打吉兵的效果還不錯 好 走 左邊金礦也在挖呢 這塊金礦 哎呀 這裡有點死角啊 道特並沒有看到這塊金礦 哇 這個吉兵太痛了 隨便搓就可以搓死一隻駱駝 這邊只要讓這個吉兵自主攻擊 就可以插到非常多的駱駝 非常賺 好 這時候法蘭克直接前壓寶 又要來搶石頭 法蘭克的石頭 只要非常少量 就可以蓋出一個城堡 那這邊用寶推 加上疾病的彈珠好像也不錯 那這邊還點下了化學 那點化學 有可能就是要出這個火槍兵 法蘭克火槍兵也是很好用的 好 古拉姆過來直接打 但是有城堡應該直接死去 這邊道特有點控不太過來了 開始有點在送了 這邊開下第五個TC 哇 你有這麼濃的嗎 應該是要來讓村民有地方跑而已 並不是真的要拿來出村民 村民暗的數量有點多 但是感覺道特有點迷茫 不知道要出什麼冰種比較好 那如果我是道特的話 我也想要出駱駝加上火槍的一個組合 火槍的話有這個印度火槍 可以增加這個火槍兵的惡射程 射這個疾病啊 再加這個騎士喔 效果還不錯 那出點駱駝 還可以擋一下騎士喔 192有效 避免他生出來 我就會很難受 繼續打馬攻 感覺不是非常適合 雖然這邊攻擊力遠攻弄金滿了 哇 彈道雪影刀 現在才發現沒有點 微尷尬 好 那這邊道特也是努力的 想要殺了對手 清騎兵也是出來 但是家裡的疾病很多 很快就可以守住了 並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尋規頭司機 無情開砸 這邊也是 狂砸一波 唉唷 這裡馬攻又在送 哎呀 死了兩隻 OK 這時候 法蘭科點下重裝起命的升級 也就是塔蘭點下 手推車的升級 這首點 有機的點就不錯 因為有機的點的話 村民的效益會非常的恐怖 經濟直接起飛 OK 城堡 好 城堡在這裡 欸 能蓋得起來嗎 好 可以 殘血的騎士 做到這麼多事情 OK 蓋得起來 那這邊正面城堡 可以燒掉了 因為沒石頭 修復起來 劇情投C 目前用兩台在砸 應該三塔 上面還有一台 但這台被弄掉了 這台劇頭把他反擊掉了 那這邊看起來 法蘭克有點節節敗退的感覺 這波進攻 好像要被阻止了 哇 這時候你還升級 重裝馬光啊 這樣真的好嗎 雖然打 極兵跟騎士傷害都不錯 蠻瘋 而且還可以風箏秀操作 這應該射得掉吧 欸 這個突然停止集火 一定可惜 哇 極兵上來戳 戳馬光很痛 哇 把光雖然來到三個四隻 那法蘭克這邊 居然點下了 游俠的升級 這難道真的不是釣魚嗎 他不是天才小釣手嗎 出馬功 然後讓對方出游俠 然後自己馬功突然不出 然後開始轉出帝王駱駝 這有可能嗎 可是法蘭克是看到這個馬功 變成重裝馬功 看對方投資的重裝馬功升級 我覺得對方一定是大馬功 所以現在不時要趕出游俠 然後去做一個看法 這個有可能嗎 我怎麼覺得法蘭克快倒了 黃金這裡要稍微控囉 這個城堡能蓋的血的話 這塊金可能會遭殃 但是這金塊也沒剩多少了 五百金 這塊黃金還沒挖完 這時候點游俠升級 我不確定法蘭克有沒有足夠的黃金可以做生產 再來的騎士有十九隻 欸這時候變成游俠 第一時間變游俠會往外衝嗎 但是192游俠衝了出來 攻擊力還沒有點滿 防禦三加四遠放棄 那這個游俠直接上來硬點 對方的劇情投資機開拆了 那這個城堡應該是要蓋 拉更多人來蓋 他來搶這最後五百塊金礦 但是馬功加上游俠 這一滴時間會去殺下面的聰明嗎 還是要來追馬功呢 下面的聰明箱被星騎兵砍著 有一些游俠去正面去賭對面的馬功 右邊這裡直接蓋下一個城堡 這裡大量的游俠 沒有事情可以做 欸但是這邊這一隊游俠 直接拉了一小隊過來直接硬拆 哇城堡是99.61% 差一點就蓋起來了 哇戰局對DOT突然不利了起來 192游俠出場之後 戰局戰況整個變了 但是一隻閃這邊轉出了重裝駱駝 但是還不是帝王駱駝 所以打192游俠可能會變成五五開喔 並不會非常慷可 帝王駱駝的話就真的很慷了 這個清潔兵直接過來 感覺就是老頭 太狠了 帝王駱駝這隻點了 哇這什麼黃金大戰 這兩邊這麼有錢的啊 這邊DOT是賣了一堆黃金啊 賣了一堆石..欸木頭跟食物喔 來換一點黃金出來 這時候法安克終於想要點這個手推側 但是二級伐木有點 這一波交戰 法安克這邊有個高地小小的優勢在 印度斯坦這邊有這個城堡的加持 但是可能要被用掉了 這裡騎士還在往前衝 喔又拉了嗎 先解決這棟城堡 戰線往後拉一下 這裡又在第二波開戰 馬攻感覺輸出不夠多 因為很少的數量 前面也沒有更多的一個駱駝 可以支撐前排 而且駱駝的防禦還沒有滿啊 雖然騎士傷害很高啊 增加任意防好像也不是非常關鍵 但是有防禦還是好一點 帝王駱駝出來了 8加4加192遊俠 3級伐沒有點 該點了吧 你有400斤了 3級伐再加2攻 遊俠更痛一點 砍路頭也比較方便 這時候反課200人口 200人口我們就是要開始送的意思了 冰駱駝這邊人口還差了50人口 並沒有把自己人口壓到滿 雖然有在升 但是還沒有填滿自己控圈的人口 單位按的也不是夠多 現在感覺冰駱駝有點 不知道 該做什麼決定才好 剛剛出洛楚的話 又會被這隻疾病給戳爆 出馬蜂的話 量也夠多也沒辦法耽誤主力 非常尷尬 怎麼電王洛翔來拆巨頭 但是直接被法蘭克直接包光了 殘寶應該是要掉了 沒有石頭 OK 哇 怎麼法蘭克又打回去了 剛剛明明是法蘭克被壓著打 192遊俠出來之後 風向直接變了 變個大風吹啊 這裡這座城堡沒有來蓋 取消這裡不會有太多的一個能力了 現金取消到應該只拿到十幾個石頭而已 不如不取消 有機會再把它蓋起來 好 這邊中間 要來蓋中間這個堡了 要來稍微控石頭 把對手 盜頭家的門廟礦下來 這樣就可以長驅直入對手的一個重要經濟區域 好 印度斯坦的駱駱直接飆出來 但是幾兵會上去硬戳 這樣應該是來得及拆完十幾隻巨頭 但是自己也會損失非常大量的一個駱駱的數量 哇 駱駱還會一直拆 OK 拆掉巨銀頭 實際後面看一下戰況 駱駱駱的數量來到的數量少 只剩十隻駱駱 雖然沒有那麼多駱駱的情況下 馬弓的發揮也並不太好 因為馬弓需要有前排在前面砍 不然尤俠直接上來硬砍 馬弓的速度直接掉得很快 只剩下8隻馬弓了 第192尤俠還在往前貼 但是印度斯坦的回救 直接把這個戰線扛了起來 又再次逼退了印度斯坦的一個進攻 但那個幾兵真的蠻難慘的 這時候注意到要點這個三級防了 幾兵終於可以變最強了 這樣看抵抗箭矢的效果 就會再好一點 好 更多的村民想要來右邊伐木 但是法蘭克這邊好像意識到 已經派了非常多信息兵過來想要燒了 這一波交戰能打得贏嗎 有一隻遊俠想要撐戰場 但是有兩隻駱駝過來防守 這一波防守印度斯坦做得非常好 側面的話這個修道院居然掉了 村民可能會過來蓋修道院 去搶這個遺跡 這邊戰況非常的奇怪 哇 這裡有天空熊在跟村民打 右邊這些輕騎兵殺了非常多的村民 但是正面戰場駱駝加上輕騎兵的一個Cover 好像有勉強守住 但是村民樹降到111寸 村民樹被殺了非常多 哇靠法蘭克這邊只殺了145寸 村民樹直接起飛 但是正面好像又被守住了 怎麼聽到衝車的聲音 哇 這邊法蘭克還出衝車要來撞這些馬就 哇 正面直接還蓋一個城堡 反正法蘭克我城堡就是便宜 想要蓋哪裡就蓋哪裡 一直蓋一直爽 565石頭還可以再蓋一座 完了 印竹斯坦這邊被消耗的有點慘 大量的清洗兵過來想要救 但是這邊疾病傷害很高 直接戳 戳就粗狂了一堆清洗兵 清洗兵居然擋不住這些疾病的傷害 清洗兵想要拆巨頭拆得掉嗎 燒起來了 但是還有一點血量40滴血 唉唷 守住 OK 疾病再過來 三一下就可以戳11隻肉嘛 可是兩下 一 哇靠 兩下 呵呵呵 哇 這個疾病很痛欸 兩下就戳11隻肉嘛 OK 是伊蒂果這個冰種相克 真的是蠻重要的 好 最近拖司機現在很安全 還有城堡在後面防守 這邊要補一個修道院嗎 有神奇兵防守 但是 反而克的防守做得更好一點 已經圍成一條線 所以都有圍的還不錯 所以我這邊是個大開口 但這裡有城堡 這裡有個小城堡 所以能去的地方就是這一條縫屍而已 好 但是我覺得他也不是想要鑽縫屍的時候 家裡已經BBQ了 已經燒到一個不能再燒了 到處都在著火 球都給蓋了 神旅製造中 但是也要來撿遺跡了 哇 那這兩個遺跡在撿掉 反而這裡就五遺跡了 那這裡要翻盤可能就更困難了喔 印度斯坦這邊還能怎麼打呢 肉馬一直在按 但肉馬感覺打還是打得贏喔 畢竟自己的肉馬 是巴斯尼寫 但是這邊為什麼印度斯坦的肉馬 三級訪沒有點 等到這個是伏筆嗎 帝王駱駝會輸 就是因為這個三級訪的關係嗎 哇 這邊清理兵又來撒到左邊農田處 中間印度斯坦的家裡是大片農田 大概有四十幾片田 全部被撞光了 剩下的遺跡也要被撿走了 騎兵還在捕 但是法蘭克持有也見底了 肉爾金要歸零 木頭也是 最後一波 騷擾 這座城堡掉了 還能打嗎 這座城堡掉了 這邊全部村民就沒有地方可以跑了 也沒有TC 好 終於打掉這座城堡 直接DOT打出了GG 看起來這波法蘭克打得還不錯 欸 很難的欸 這個要是一般玩家來打喔 一定會覺得說 這法蘭克絕對是被印度斯坦打爆的文明 結果 結果這邊印度斯坦 居然打出了法蘭克 哇 這真的有點難想像 這感覺甚至選擇上有點出了點問題 我覺得馬功按的有點太多了 殘暴時代出一些壓制喔 那帝龍斯坦出火槍喔 加上這個駱駝 感覺還是更好一點 機動性更好 然後 操作性喔 傷害也是更猛一點 因為火槍是一個很容易會抑傷的單位 那打這個遊俠 法蘭克192遊俠就剛好 你抑傷的機會就會變更低一點 我可能打個200D剛好可以殺掉你的遊俠 之類的 那他這裡沒有出火槍相對可惜喔 好 那刀河這邊經濟喔 是比法蘭克這邊好上一點點了 因為法蘭克這邊村民喔 只有120村左右 並沒有按到140村 所以村民術一直在一個低檔位的一個部分喔 所以這個法蘭克喔 經濟上並沒有那麼好 但黃金上喔 石頭跟黃金喔都多一點點 那看起來這一次的交戰 法蘭克的一個選擇喔 讓印度斯坦到達這邊灑一個措手不及啊 那個疾兵加油俠的作戰方式喔 還算不錯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請大家再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